各位朋友大家好 看了这部剧的观众 我相信很多都会为宣后的遭遇感到不平 宣皇后是以自污的方式辞去了皇后的位置 而且也成就了刘秀和殷丽华的爱情 宣皇后与刘秀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夫妻 在这二十年间 她一直小心着维持着他们两人的关系 在加入了殷丽华以后 她更加小心的维持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但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她一个人走开了 看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禁会扼腕叹息 像宣皇后这样一个温婉可人善良大方的女人 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命运 但相比较宣皇后在历史中的原型郭胜通而言 宣皇后的遭遇算是好的了 郭胜通更要凄惨一些 郭胜通并不是像宣后那样辞去了皇后之位 而是被骂下去的 被赶下去的 在刘秀的退位诏书中说郭胜通心怀怨怼 说他有屡惑之风 说他就像英瞻一样是后宫中的一大祸害 虽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说郭胜通有什么失当之举 但他还是背着一身的骂名被废了后 因此后世很多的史学家都认为刘秀废后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他是因私废后 郭皇后最终被废的原因至今是朴朔迷离 那么会不会像剧中说的是他自污申请废后呢 我觉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这里我必须要说这部剧的原著作者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这样处理废后事件是完全没有违背剧中人物的人设 甚至也没有违背剧中人物历史原型的性格特点 虽然说没有历史资料来证明郭皇后有过自污行为申请废后 但这样处理也是非常合情合理 这总比有些古装剧为了情节的需要而刻意扭曲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要好得多 建武28年也就是郭皇后被废11年以后 在东汉帝国内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在当年的6月份郭皇后去世 在当年的7月份在郭皇后的灵堂前竟然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其中至少三个人在灵前被杀 郭皇后的亲生子她的二子刘甫 因此锒铛入狱 郭皇后尸骨未寒 普天之下有谁有这样的胆子敢在他灵前做如此行为 惊扰他的亡灵 难道是汉光武帝刘秀吗 难道是刘秀晚年对郭皇后仍然是心存怨念 所以借机报复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起事件 同时呢也聊聊这部剧没有讲完的故事 剧中那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历史上的最终的归宿 建武17年郭皇后被废 被废的皇后自然就不能居住在以前的地方了 所以郭皇后就迁居北宫 东汉洛阳的皇宫分为南宫和北宫 一般来说南宫与北宫并没有高下之分 甚至北宫比南宫还要新一些 还要富丽堂皇一些 这是因为北宫曾经翻新过 那是汉明帝刘庄期间翻新的 而郭皇后搬进去的时候 那时候并没有翻新 汉明帝刘庄之所以翻新北宫 一定是因为北宫太旧了 要不然的话 他为什么不翻新南宫呢 这也就是说 在汉明帝翻新北宫之前 北宫是很旧的 而郭皇后搬过去的时候 北宫就是一个旧宫 不过一向简朴的郭皇后 一定不会在意这里的简朴 对于他来说远离南宫 远离那个与刘秀生活了十多年的地方 未尝不是个解脱 而且北宫并不是冷宫 这里有郭皇后最在意的人 他的儿女们 郭皇后的五个亲生的儿子 当时都住在北宫 也许他们以前都是居住在南宫的 这次他们也都随他母亲一起搬到了北宫 对于孩子们来说 母亲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而对于母亲而言 又何尝不是一样 和子女们生活在一起 对于郭皇后来说 肯定是一个巨大的安慰 这个时候他的长子刘强 应该也是住在南宫 刘强这时候还是太子 他做太子做了这么多年 居然都没有自己的东宫 没有东宫也就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公属 没有自己的势力 由此可见刘秀对他这个太子 一直是不太满意 一直不想让他培植自己的羽衣 刘强生于公元25年 也就是建武元年 这时候他应该已经有17岁 很可能已经娶妻 甚至有了孩子 那也就是说郭皇后可能已经当奶奶了 有了自己的长子长孙 即使是当时还没有孙子 但在以后也肯定会有的 毕竟郭皇后与他的五个儿子 在北宫一起生活了11年之间 他的孩子们在这期间都已经慢慢的长大 都有了自己的后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 郭皇后在北宫生活的11年 日子应该过的不错 毕竟他可以放下了那沉重的 不能再沉重的皇后的头衔 他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一回自己 做一个慈母甚至是慈祖母 这总比生活在南宫要好得多 至少他不会尴尬的向殷丽华行参拜大礼了 我相信这也是殷丽华不希望遇到的尴尬情景 所以两个人还是有点距离最好 有时候距离不光是能产生美还能产生淡王 被废的郭皇后这时候并不是一位庶人 在收到废后诏书没多久 他就收到了另外一份诏书 是封他的二子刘甫为中山王 郭皇后为中山王太后 而且刘秀还给他的儿子刘甫增加了一个郡的实义 这笔钱呢是专门用来负担赡养郭皇后的废 郭皇后有一个大的金库 王太后这个太子非比寻常 太本身就是大的意思 一般来说皇帝还在世的时候 他的皇后也好妃嫔也好 都不能够称之为太 只有在皇帝过世以后 他的皇后可以被称为太后 以前的妃子呢可以被称为太妃 这时候才能用太 如果在皇帝生前就用太的话 多少对皇帝来说是有点犯忌讳的东西 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 但一般来说是不会用这个太子的 但刘秀却违反了常规 坚持给郭皇后赐予王太后之嫌 不仅如此 刘秀还将郭皇后的哥哥郭邝 以及他的一位堂兄一位堂弟都封了侯 以前郭邝做皇门侍郎一座做了十几年 一直没有得到提升 但在郭皇后被废以后竟然就被封了侯 而且封的是一片富庶之地 郭皇后的五个儿子以前的爵位呢都是公爵 郭皇后被废以后也都被封了王 为了将这一碗水端平 刘秀自然也将殷丽华的五个儿子封了王 再以后刘秀还不止一次的率领百官加邻河北的郭府 在那里与郭邝把酒言欢 据说是气氛极为融洽 一向节俭的刘秀每次去郭府都带去了大量的殷钱 所以当地人又称郭府为金血 因为他们得到了太多的赏赐 在郭后被废以后 刘秀这样不断的嘉奖郭府 从中的我们不能看出他有两个动机 第一很明显是对郭后的补偿 他知道对郭后不公 虽然说他与郭后之间并没有什么爱情 他们是因为政治利益而结合 但毕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毕竟又共同抚育了这么多的儿女 毕竟刘秀也不是那样一个心肠狠毒的人 所以他想尽他所能给郭皇后以及家族 做最多的补偿 既然他们是因利益而结合的 那么刘秀就将更多的利益还给他们 有人说刘秀是渣男 渣男是什么呢 渣男是在自己示弱的时候 借助女方的势力发展壮大自己 而等到自己发达以后又抛弃了为他付出一切的女人 这样的人被称为渣男 刘秀肯定不是这个类型 刘秀在与郭皇后结合的时候 他并没有承诺要爱郭皇后 他承诺的是利益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刘秀的感情天平中 无疑更倾向于殷利华这一边 那么如果不能给自己所爱的女人最好的东西 那么对于刘秀来说 对于殷利华来说就公平吗 刘秀对殷利华承诺的是感情 所以他必定要将感情完整的交给他 而他对郭皇后承诺的是利益 这其中并不包括一定要让郭盛通做皇后 现在郭后退出了 成了他们三人中被伤害最大的人 所以刘秀尽可能的来去弥补 也就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而且我也相信刘秀所做的这一切的背后 一定也有着殷利华的支持 殷利华与郭盛通这两位都是好女人 这场红白玫瑰之争 并没有使握玫瑰的那只手被刺得鲜血淋漓 而仍然能带着各自的分方分居二处 在这两种花香中 或许有一种我们能够读出如愿以偿 另外一种或许能够读出如是重负 刘秀厚赏郭家的第二个动机 我相信他是在为郭家刷存在感 他是想让天下人知道 虽然郭后被废 但郭家不会因此地位骤降 不会成为他的政治对手们踩踏的目标 相反郭家还是我刘老大罩着的 你们谁想动动他 你们就试试看 还有更过分的 如果说以前刘秀对郭家的恩代是高标准顶格的话 那么这一次就算是出格了 在郭盛通被废九年以后 他的母亲郭主病逝 刘秀居然率领百官亲自出席了他的前任岳母的葬礼 这个岳母不光是前任的 而且还是九年前任的 一般而言即便是皇后或者是皇帝最宠信的女人的母亲病逝 皇帝最多也不过就是发封诏书给个追封 这也就算是很好了 当年殷利平的母亲和弟弟被盗贼所杀 刘秀呢也不过就是发了封诏书给个追封 也未见他亲自出席葬礼 而且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见到哪个皇帝去出席自己臣子的母亲的葬礼 刘秀此举算是出了格了 刘秀对郭家如此恩代 想必郭盛通不可能是无动于衷 他心中的怨念想必也会因此而减少很多 毕竟他现在终于做回了自己身边又能有儿女陪伴 我们无法走进郭盛通的内心世界 不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 刘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他对于刘秀到底是敬畏还是爱 我们只好擅自的揣测一下郭盛通是爱刘秀的 毕竟刘秀实在是太出色了 刘秀是个全才 文他是太学院的学生 虽然说功课并不怎么样 论武 经过昆阳一战的刘秀已经被封身 而且昆阳之战以后刘秀也是所向披靡 刘秀手下有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真正让我们叫的珠名说得出故事的没有几个 究其原因恐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刘秀太出色了 说取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将星们 人们可能会说刘秀及其他 最闪耀的无疑就是刘秀 别的人只能算是其他了 刘秀不光是文武全才 而且还长得特别帅 他帅的是令人发指 帅的是毫无人性 史书记载刘秀长的是身高七尺三寸 美须眉大口龙准日脚 就是说他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美须眉高鼻梁大嘴巴 而且额头高耸 这个呢在面相学上称之为日脚 就是额头中间的那部分高高耸起 这个在面相学上来说叫日月脚 如果是额头耸起向左的话 那叫日脚 向右的话则叫月脚 日脚被称为是有帝王之相 说起来刘秀长呢跟他的老祖宗刘邦 确实有几分相像 按史书记载刘邦的长相是龙准而龙颜 美须然 也是高鼻梁也是高额头也是美须然 看来刘邦的遗传基因还是很强大的 不过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了属昭烈皇帝刘备的时候 这种强大的基因明显削弱了很多 也许是皇家的血统经过了太多的稀释的缘故 到了刘备的时候 长得就和刘秀刘邦不太一样了 刘备的长相大家都知道是双手过气 这个长相应该不差 至少说明他四肢修长 人家就是脖子下面全是腿 所以过气概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除了这个以外 刘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被称为大耳贼 史书记载刘备可以故自见其耳 就是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 所以当别人都是手搭梁棚向外观瞧的时候 刘备是双手拨开双耳仔细观察 而且从刘邦刘秀一直遗传下来的美虚然到刘备这里也是荡然无存 刘备不长胡子 这样一个英俊帅气文武双全的刘秀怎么可能不叫人爱呢 如果说在刘秀的心目中取妻当取殷丽华的话 那么在当时东汉那些少女的心目中嫁人当嫁刘文书 文书就是刘秀的字 所以很有可能郭盛通是爱刘秀的 但他最终知道这个男人不属于他 他可以允许刘秀走进他的世界 但他不能接受刘秀在他的世界中走来走去 所以放弃皇后之位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做了十几年的皇后 纵然是拥有了颇天的荣耀 但他没有一天做回他自己 现在他终于可以在他的儿女的陪伴下做他喜欢做的事了 除了郭盛通的五个儿子以外 他的女儿也很有可能陪伴在他左右 刘秀总共有五个女儿 史学家们大家知道总是西字如今 所以并没有记载刘秀他们女儿的生母是谁 但如果我们稍加分析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刘秀的五个女儿中应该有四个都是殷丽华所生 只有一个是郭盛通所生 在西汉时期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一般来说公主的封地都是他生母的出生地 就是他生母的老家 文帝的斗皇后斗仪房 他的出生地是在河北 他的女儿管桃公主的封地就是在管桃 是在河北境内 刘秀的五个女儿中只有一位公主封地是在河北 剩下的四位都是在南洋 而郭盛通的老家就是在河北 殷丽华的老家则是在南洋 所以很有可能封在河北的那位管桃公主 就是郭盛通唯一的女儿 剩下的四位封在南洋的都是殷丽华的亲女 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五个女儿中有些是其他的妃嫔所生 这点呢应该说可能性不大 刘秀的后宫非常的简单 总共就分为五集 第一集是皇后 第二集是贵人 第三集叫美人 后面的两集分别是宫女和才女 宫女和才女就是在宫中做事的工作人员 已经不能算作是妃嫔了 一般而言如果后宫中有哪一位妃嫔生了儿子或生了女儿的话 一般都会得到皇帝的封赏 或者被封为美人或者被封为贵人 但在史书中 刘秀的后宫除了殷丽华郭盛通以外 就有一位许美人 就是刘秀的第三子刘英的母亲 许美人一生无处 不过是因为生了刘英 所以才被封为了美人 所以看起来刘秀的身边只有殷丽华和郭盛通 其他的女人还真是没有力追之地 说管桃公主是郭盛通唯一的女儿 还有一个依据呢 就是当刘强去世的时候 刘秀的女儿中只有管桃公主参加了刘强的葬礼 其他的四个女儿都没有来 还有呢就是管桃公主的驸马韩光 是与皇子刘延搞一些图称之事 后来被说是谋反 韩光因此被杀 刘延也是郭盛通的儿子 都是同母所生 关系自然要近得多 在我以前的视频节目中 曾经说过剧中的五公主的历史原型 很可能就是管桃公主 就是基于在剧中五公主是郭盛通的亲生女儿 而郭盛通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所以我们认为管桃公主就是五公主的原型 但其实在刘秀的五位公主中 还有一位公主的性格与剧中五公主非常的类似 她就是丽毅公主 在五公主中排行最末 货真价实的五公主 她是嫁给了殷丽华弟弟殷舅的世子殷丰 殷丰呢 这个名字起的呢 有点草率 估计还有一个小名叫郑郑 殷丰丰 要是和她待在一起 估计夏天都得穿毛裤 五公主名叫刘寿 可能是因为排行最小 所以呢自幼得到了殷丽华和刘秀的过度的宠爱 应该是被宠坏了 而那位世子阴风阵阵呢 也不是省油的灯 据史书记载 寿 交度 风 倦吉 就是说五公主的性格是骄纵跋扈 而那位阴世子也是急躁易怒 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个故事 也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是一场事故 这两个人在一起每天都是你是铁我是钢 你是电我是光 彼此是争的是不相上下 谁都想成为对方的superstar 最后的结果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以后 阴风居然拔出了剑 一剑 刺死了公主 阴风虽然终于占据了上风 但也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这个时候的皇帝呢已经是汉明帝刘庄 同时自尽的还有阴风的母亲 这还是看着阴丽华的面子给他们留了个全尸 建武28年也就是公元52年 郭皇后因病去世 终年四十多岁 在郭皇后生病期间 刘秀是便请明医为其诊治 但终归是药食无效 郭皇后是在六月份病逝的 到了七月份 在郭皇后的灵台前 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据后汉书记载 太后灵鹫在堂 洛阳丽以赐普展宾客 致有一家三师扶堂者痛甚矣 就是说在郭皇后的灵前 洛阳丽带着人当堂普杀参加吊宴的宾客 最后引发了冲突 有一家三口横尸当场 郭皇后尸骨未寒 谁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他的灵堂前抓人 甚至是杀人 这对于死者来说可谓是大不敬 洛阳丽敢这么做 很有可能是得到了刘秀的首肯 那么刘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向是人均面目的刘秀 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这件事情的起因呢 是一个叫刘李的人 刘李是当时的二皇子刘府的宾客 刘李他本人是庚始帝刘玄的儿子 庚始帝刘玄在投降了刘秀以后 虽然说他与刘秀有杀兄之恨 但刘秀并没有为难他们 还给庚始帝封了猴 刘玄最后是死在了当时赤梅君推出的皇帝刘盆子的手里 当时亲手杀死刘玄的是刘玄以前的部将 一个叫谢露的人 刘盆子还有一个大哥叫刘公 当时赤梅君想推选他们兄弟三人中的一人 为他们赤梅君名义上的领袖 三兄弟抓揪 最后刘盆子的运气明显要好一点 所以刘盆子就成了赤梅君推举的皇帝 也许是不满意自己的弟弟当了皇帝 自己这个做大哥的很没有面子 所以刘公对赤梅君一向是非常不满 相反他倒是非常拥戴庚始皇帝刘玄的陆林军 所以在谢露杀了庚始帝刘玄以后 刘公为庚始帝报仇杀了这个谢露 按说刘公应该是庚始帝一家的恩人 但偏偏这个庚始帝的儿子刘李 不知道是被蚂蚁咬了还是被鸭子踩了 脑袋非常不清楚他既恨上了刘公 一定要杀了刘公为父报仇 最后他是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杀死了刘公 这件事情也就诱发了这次雪剑灵堂事件 洛阳丽当时想抓的就是这个刘李 还有其他的一些宾客 最后刘李被处斩 刘府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牵连 坐了三天的大牢 简单的来看 这不过是一场刑事案件引发的争端 但实际上这件事情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孤立的 因为刘秀对北宫武王就是郭盛通的这五个儿子 一向是非常的宽佑 所以宽松的环境就助长了这武王的骄纵之气 他们的母亲郭盛通被废了皇后之位 他们也从以前的嫡子变成了树子 心中一定是有一些不满 他们也不想做权贵圈中的隐身人 所以呢 他们就要拼命的标识自己的存在感 采用的方式就是招揽宾客 他们是不惜重金招揽各类的有才能的人 在当时呢 居然形成了一种时尚 当时社会上有很多有特殊才能的人 纷纷投效北宫的武王 因为一旦被武王所接纳 不光是意味着金钱 而且还意味着得到了很多权力 基本上在洛阳城如果你不怕摔倒的话 就完全可以横着走 因为武王是不惜重金招揽贤 刚才提到的殷利华的那个弟弟殷舅 还利用他们渴求一位叫警单的明示的心理 骗了他们武王一千万钱 这些事情慢慢的都传到了刘秀的耳朵里 刘秀起初并不在意 后来有一位大臣向他禁言 说现在有一些前朝的就是指的王莽朝的人 也成了四五王的宾客 其中就有一个王莽的侄孙叫王策的 这位大臣担心武王招揽的明客是余目混杂 将来可能会教坏了武王养成大错 这个时候刘秀早就废掉了太子 他正在全力培养新太子他的四子刘庄 这件事情也就触发了刘秀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他担心武王招揽明客势力过大 会做出一些威胁太子刘庄的事情 毕竟这武王都是郭盛通的儿子 而此时的刘秀已经是英雄暮年 这时候离他驾崩还有五年时间 他的皇陵已经在热祸朝天的修建之中 刘秀自己已经知道他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所以刘秀就出手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秀在处死了刘李 关押了刘府以后 仍然没有让这件事情轻易过去 继续的把这件事情扩大又捕杀了数千之人 其中有很多都是武王的宾客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一个月以后 刘秀将郭盛通的五个儿子 连同那位庶子刘英一起赶出了洛阳 让他们去封地就藩 而殷利华的五个儿子仍然留在京都 留在京城 那意味着你还留在政治核心中 而旧藩去了封地那基本就意味着你已经出局了 刘秀这时候并没有搞以前的一碗水端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刘秀是慈父 但更是一位帝王 在触碰到他的底线 他的政权的时候 他就会放下他的慈祥 拿起了他的大棒 现在回头想起来刘秀此举虽然说是有些很辣 虽然说有些是不尽人情 但从最终的结果上来看 还是不错的 毕竟刘秀首先是一位帝王 如果他任意有武王的势力做大 在他百年之后必定会威胁到新帝刘庄的地位 如果最终导致了殷利华的五个儿子 与郭盛通的五个儿子之间尖锐的对立的话 那不管是对于东汉政权 还是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而言 都将是一场灾难 而对于北宫武王也同样是一场灾难 如果刘秀不是在当年对他们这样一番棒喝 直指了他们过分的行为的话 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也不会得到善终 郭盛通的二子刘甫虽然坐了三天大牢是颜面尽尸 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封地以后 专心于学术不问政事 最后得以善终子孙也得以保全 前太子刘强也是如此 郭盛通最终是以佩王太后的身份葬于北芒 五年以后刘秀驾崩葬于元陵 又过了七年 殷丽华轰逝与刘秀合葬于元陵 元陵距北芒不远 两处坟林是遥遥可见 所以九泉之下的郭盛通 依然能够看到刘秀与殷丽华恩爱的场景 不知此时的他会作何感想 从生到死 郭盛通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我本将心向明月 无奈何明月照沟渠 才过夕阳又是黄昏雨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兰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